尊敬的黄恢明部长、贾卡主席、各位来宾、媒体朋友们、大家好 我仅代表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北京 向参加本次论坛的各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 我们将积极落实黄恢明先生的倡议 深化中非媒体焦虑互建、再谱合作佳话 非洲是一篇深腾希望的热土 以中国虽相隔万里,却始终命运相连 我的家乡浙江湖州是世界丝绸之源 考古学上最早的捐片食物发掘以此 胡思在六百多年前就曾经随郑和船队远抵非洲 这细细的丝线一直延续着身后绵长的中非友谊 从古代海上思路到当今的一带一路 寿百年自奉莫语 中非之间始终携手并肩 同向同行 合力续写兄弟情描绘同行言 共作中非梦 中国中央广播电总台始终坚持住中非发展的守望者 中非合作的建设者和中非友好的记录者 今年以来 总台非洲总战与非洲媒体伙伴凝聚共识 开展了内容丰富 更为紧密的合作 我们用客观平衡的视角 报道非洲 推出了坐着火车看非洲系列报道 讲述中国原件的坦散铁路 阿卡铁路和蒙内铁路 给非洲国家带来的巨大变化 我们用守望相助的真情报道非洲 通过全球疫情会真史节目 相互声言 并接战斗 共同战役 体现出患难与功的珍贵情谊 我们由丰富多元的平台 报道非洲 推出对话非洲栏目 专访多位非洲国家政要 向世界真切传递发展中国家的声音 同时我们还致力将真实 立体 全面的中国 介绍了非洲 总台与非洲 多国媒体合作推出的 中非情缘影视展映活动 累计吸引了 超过两亿人次的受众 像摆脱贫困 像幸福出发等 总台优秀影视作品 在当地热播 已经成为非洲受众 了解 新时代中国的窗口 绝尖细流 汇成大海 点点星光 照亮银河 我们的好朋友 越来越多 最近 我陆续收到很多非洲媒体朋友的来信 我非常感谢朋友们 对总台节目的关注 总台已经与包括非洲 欧洲 拉美在内的六大区域媒体建立起了伙伴机制 通过凝聚 通过凝聚媒体力量 我们深化合作交流 携手应对挑战 共作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大道不孤 天下一家 今天 我们以相互珍重 合作共赢 中非媒体协手前行 展开对话 就是要传递正能量 发出好声音 注入心动力 时间 是最有力的语言 行动 是最生动的助脚 让我们努力践行共同先缘 一起建设 更加美好的世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